問一下銀行股 觀眾ICC想問 加息步伐加快 如果現價買5號 2888、2388好不好呢? 三隻有些多 可以買 其實銀行股一直都說 今年都是看好 其實現在看這半年 理論股價 其實每隻都是跑贏過市 匯控也是在升 年初資金也算是 中南香港也是 幾隻全部都是年初資金有個上升 所以你說買絕對是同意的 再加上現在講真據 加息的預期又是加劇了那麼多 你很正常地對一種銀行股 那個息差的憧憬又會有擴闊 而連帶香港這支銀行股 例如香港那些 因為近期考慮了港匯問題 你根本局不斷地出手 現在銀行體系列不斷地下降 其實到可能降到某一個位置 它就可能要升那個測息 變相這件事對他們的息差 可能都有個類似的幫助 或者這麼說 所以我覺得 你看看法上我覺得是OK的 甚至幾隻都有一個不錯的股息 其實過去不斷地說 你說買 我覺得絕對同意 但是你說是不是這一刻買一住 就不要理會它 或者覺得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呢 我覺得這件事就未必是 就是你剛才我自己開手說 就是看過去這半年 是跑贏的時候是慢升的 但是不是急升的 就是不是新東方在線的 幾天升的很誇張的那些 所以你不要說 你預計了這一刻買 原來可能短線有個很大的上升空間 但是你說這一刻可以買第一下 如果有機會是落低一點的 再加多一點 我想抱著一個可能中線一點的時候的心態 不要說太久了 可能到年尾之前 這樣會好一點 可能到時候有機會是賺下息之餘 又可能賺到股價上升 我想這樣做會是比較好一點 其實這類別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一些標的 是 然後下次就 contradictory 我去STAY 直接交換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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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